陸昭熙 陸昭熙想要你去做他助理这件事 确实有蹊跷 所以我才纠结啊 下午什么也没干 不过 也没什么可干 我来问你啊 你为什么 不想去做这个助理 因为我想做医生啊 可是你现在没有拍班 怎么做医生呢 黄主任迟早要给我拍班了 迟早 三个月 还是半年 那你有想过辞职患家医院吗 我不想 我们医院服务率好 有免期贷款 我想买房啊 那如果你去做这个临时助理 你觉得陸昭熙会兑现诺业 给你解决排班问题吗 他这个人虽然喜欢记仇 但说话算数 我不信他 那不就得了 综上所述 这是满足你所有要求的最好途径 你到底在纠结什么 刚才还说事有技巧 不觉得 他动机有问题吗 什么事 对 对 你 你还应当心想叫你做助理 只是为了更近距离 更方便地找你算账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不是有可能 我觉得就是 你怕了 我当然怕了 不然我躲着反感受 你怕 说明你心里有愧 那时候不是有一些误会吗 所以我对她的态度 的确恶劣了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陆朝夕特别像我跟你说过的小学姬 你越是提心道歹地躲着她 她就越觉得有趣 越来劲 所以她才会想 想出调我去做助理的损账 这很关键 如果你这一次拒绝了她的话 下次可能更麻烦 甚至最后 爱上 你别吓我 我没吓你 我再跟你分析利弊 所以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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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她 不只是答应 你还要用饱满的赎罪热情 去击垮她 让她觉得报复你 一点意思也没有 感觉像是在找虐 这之后你就安心了 也不用躲着她了 排班也会有的 房子很快也会有的 你起来不错 豁然开朗吧 嗯 好 那就不纠结了 冰来降档 水来土也 对嘛 这才像你 来 一人一个 谁让我去上碗班了 来 来 来 叶医生 早 早啊 林特助 听院长说你要做一段时间助理 所以我来对接一下 那就麻烦你了 以后你就在这办公 办公用口笼都给你领好了 还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直接找我 这是院长办公室的门卡 说好 好 谢谢 现在时间还早 你可以先坐一下 等院长来了 我们再聊具体的工作内容 或者 有什么事我现在就可以做的吗 还是挺正洁的嘛 好 看 早啊 院长 早 桌上的東西我都沒怎麼動 順序也沒變 只是擺放得整齊了一些 能有這個意識很不錯 不過 這個窗簾不要全開 光照太強會影響專注度 眼睛也會不舒服 好 知道了 還有 水澆多了嗎 澆完之後 這地上的水記得擦一下 好 我下次會注意到 剛開始工作難免舒服啊 不用太緊張 你們醫生的記憶力 是不是都還不錯啊 畢竟有那麼多要記要備了東西 也不一定吧 怎麼了 你的工作內容 是要做事實住行 和一些輔助列的工作 這是與你工作有關的兩份文件 第一份是具體的工作事項 及相關要求 請儘快書寫 好 院長有時候會有一些要求改變 你需要記錄更新 以便之後的助力遵需 好 我知道了 第二份是重要聯繫人的 電話號碼 和重要客戶的基本資料 需要全部背下 有時候陪院長外出活動 萬一院長沒有認出對方 也需要及時提醒 那這些電話號碼 可以存在手機裡吧 只是資料不能隨身攜帶 以免丟失 號碼可以存入手機 但還是需要背下來 以防突發狀況 是不是沒這個必要 有 比如手機沒電了 忘帶了 或者壞了 又比如 院長突然出去釣魚 結果被關三天三夜 我只是舉個例子 好 我知道了 我會背下來的 另外 助理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 和休息日 他會根據具體的行程安排 即興調休 葉助理之前是醫生 應該比較熟悉這種工作模式 是 行了 該交代了差不多了 你回去熟悉熟悉就行 從現在開始 你就是葉助理 把裏面的文件 各打印兩份 每年早上起來 我喝一杯溫水 十點半喝杯咖啡 哪種咖啡 米酒沒有糖 和牛奶 意大利咖啡 加奶 不加糖 拿鐵 拿鐵 沾